说起甲午战争一直给大家一种印象 就是这场战争爆发的很突然 就是突然间中日两国就打起来了 其实不是 实际上中日两国的矛盾由来已久 甲午战争只是双方矛盾的总爆发 从1875年江花岛事件开始 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 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 中日两国在朝鲜进行了多次博弈 这个博弈的过程也很精彩 只有了解了这段历史 才能真正理解整个甲午战争的来龙去脉 所以今天我们就从1875年 江花岛事件开始说起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日本为什么要侵略朝鲜 明治时期的日本野心可不小 它不只是要当东亚霸主 它还要成为列强 也要对外扩张 那向哪扩张呢 两个方向 一个是北上 一个是南下 我们先说南下 南下就先入侵台湾 然后再以台湾为挑担拿下菲律宾 当时的菲律宾可不是美国的殖民地 而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那个时候西班牙已经是一个日落西战的老帝国 揍它 日本还是有信心的 如果能拿下菲律宾的话 有两个好处 第一 可以获得菲律宾丰富的矿产支援 第二 就是可以以菲律宾为中心 在南洋打造一个海上贸易网络 就是我的桑船在前面走 我的海军在后方保护我的贸易 就是学英国走殖民贸易这条路 成为一个海洋帝国 这是一条路 第二条路呢 就是北上 就是以朝鲜为挑担 入侵大陆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如果我们以日本的角度来看 其实朝鲜也可以成为日本的战略缓冲区 大家想想 如果大陆上出现一个热衷于扩张的强权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以朝鲜为挑担 进入日本奔兔 一样的 所以从地缘格局的角度来说 朝鲜对日本非常重要 如果能拿下朝鲜的话 日本就会进退制如 就是进可攻退格手 当日本国力虚弱时 朝鲜就是日本的缓冲区 当日本国力强盛时 就可以以朝鲜为挑担 入侵大陆 称霸东亚 所以明知政府刚成立不久 西洋龙胜就建议打朝鲜 咒他 但是被维新三杰之一的大有保利通拦住了 说不行 不能这么干 为什么 首先打朝鲜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不能打 因为现在打的话 肯定跟清王朝发生冲突 因为朝鲜是我们的藩属国 清王朝作为中主国 对他是有保护义务的 以现在日本的国力 跟清王朝打完全没有胜算 所以大有保利通的建议呢 就是先积蓄力量 以后机会成熟时再打 说的有道理 所以最后日本采取什么政策呢 就是一步一步来 就是我先迈出第一步 打开朝鲜国门 让日本的私立进入朝鲜再说 于是在1875年 就发生了江华岛事件 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1875年9月20号 一艘日本军舰 到朝鲜江华岛附近 勘涉水门 名义上是勘涉水门 其实就是挑衅 那江华岛是什么地方 江华岛是军事重地 是汉城的门户 能让你随便吧 所以日渐一接近 江华岛的守军马上开炮 双方就打起来 这么一打发想完全打不过 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炮台还要引战 而日本呢 就趁机逼迫朝鲜签订了 江华条约 这个条约最重要的有两条 一个是朝鲜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 第二个就是通商 那么接着这个条约呢 日本的私立就进入了朝鲜 日本私立进入朝鲜之后呢 就一点点引起朝鲜政局的变化 就是有一帮大臣一看说 这日本明治维新搞的也不转 咱要不要跟日本人混 就向日本学习 于是在朝堂上就形成一股亲日势力 这件事清王朝非常警觉 因为朝鲜实在是太重要了 朝鲜是东北的门户 东北是龙兴之地 诺尔哈士和黄太吉的陵墨还在沈阳呢 如果朝鲜被日本人扎领的话 那又会直接威胁到东北安全 你说能不怕吗 所以李鸿章就想了一个反制措施 什么呢 以夷制夷 就是让各国的势力都进入朝鲜 来遏制日本的势力 那怎么能让各国来呢 很简单 你得通商嘛 对吧 有利益大家才能来 于是在1882年 在李鸿章的主导下 就带着朝鲜和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这些国家签订了通商条约 随后各国的资本就涌入朝鲜 朝鲜很快就发展起来 因为这些都是清王朝主导的嘛 朝鲜一看 还得跟大哥混 于是清王朝又恢复了在朝鲜的影响力 那么这么一来 日本人不高兴 日本人心想 这朝鲜是我地盘 那怎么办 那既然软的不行 那就来硬的吧 所以在1884年12月4号 日本驻朝公使 逐天金银狼发动政变 企图一举控制整个朝鲜 但是没想到 这次他遇到一个狠人 谁呢 袁世凯 袁世凯怎么在朝鲜 这个我来解释一下 我先说一下袁世凯的身世 袁世凯是河南相城人 他的书主袁甲山 曾官至朝运总督 他的养父袁宝庆 也当过江宁研法道 也是二品的官 所以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家人自然对袁世凯也寄予厚望 希望他能好好读书 以后也走仕途这条路 但是袁世凯学习不好 考了两次都没考上 而且是最基本的相识 最后袁世凯说 算了我不学了 我气门冲武 所以在22岁那一年 袁世凯就投奔了 他养父的拜把子兄弟 怀军将领吴长庆 在吴长庆手下 捉了一名幕僚 就相当于参谋 这是1881年的事 紧接着1882年 朝鲜发生了一场兵变 因为这是兵变的背后 有亲中派大臣的影子 所以在兵变过程中 就撒了很多亲日派大臣 又把日本使馆给烧了 这日本人一看 说这个还得了 马上要朝鲜派兵 清廷一看 这日本派兵了 说我们也得派 因为担心日本趁机 控制整个朝鲜 所以我们也得派 派谁呢 派的就是吴长庆 所以袁世凯就和吴长庆去朝鲜 好在最后清军 抢先一步进入汉城 就没给日本留下口实 这件事就结束了 那事情结束后呢 这支清军就留在了朝鲜 所以袁世凯就没有回国 好我们话再说回来 1884年12月4号 在亲日派大臣的带领下 竹田晋义郎冲进王宫 把国王给抓下来 随后就开始撒亲中派大臣 消息传来 袁世凯他们赶紧商量争扮 这个时候吴长庆已经回国了 留在朝鲜管事的有三个人 一个是袁世凯 一个是驻皇营提督吴兆勇 还有一个就是总兵张光潜 和张光潜的意识呢 就是此事事关重大 应该先丧报朝廷 再得到命令前 不能轻举妄动 袁世凯说不行 不能这么干 为什么 因为当时中朝之间的公文呢 都是靠北洋水师的兵船 运到天津北洋衙门 这一去一回至少得好几天 等你命令下来了 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袁世凯应该先斩后衷 趁日军立足未稳 马上率军勾纳王宫 把国王救出来 这吴长友和张光潜一听 哎有道理 但是还在犹豫 袁世凯一看这种情况说 战 如果上面怪罪下来的话 由我袁世凯一个人承担 绝不牵连诸位 大家一看袁世凯态度兼 也就同意了 所以袁世凯一马当先 亲率亲军攻打王宫 所谓王宫的日军只有两百多人 亲军有一千多人 所以很快日军就被打好了 政变就被平息了 政变虽然被平息了 但是李鸿章也信有语计 要不是袁世凯当机立断 这朝鲜就是日本人的了 说不行 必须得加强对朝鲜的控制 原来清王朝的政策是方国自主 就朝鲜内部事务 我们是不管的 但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日本虎视单单 你朝鲜自己又搞不定 那还是我来吧 所以就派一个人去朝鲜监国 派谁呢 袁世凯 你不能搞定日本人吗 那你就站那呆着吧 就让袁世凯监国 当然也不是以监国的名义 毕竟得照顾朝鲜王室的颜面 所以给袁世凯的名义是 朝鲜交涉通商事务总办 是以通商的名义 但其实就是太上皇 袁世凯可以随意出入王宫 重大事情必须汇报 给各国的外交文件 除了盖国王的玉玺外 还得盖袁世凯的大印才能成效 那不就是太上皇吗 所以从1885年开始 在袁世凯的打理下 整个朝鲜局势就稳定下来了 双方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那么话再说回来 日本多次入侵朝鲜受挫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死利不行 没有信心能打赢清军 特别是没有信心能打赢北洋水使 当时的北洋水使可不得了 那是世界第九亚洲第一 实力非常强 之所以有这么强的实力 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北洋水使有应远振远 这两艘一级铁亚舰 这两艘铁亚舰排水量达7300吨 船长超过90米 而且在船体中部 还装了一层305毫米厚的装甲 当时没有一艘日本军舰 能击穿这层装甲 除此以外 这两艘铁亚舰上还各自配备了 四能305毫米口径的克鲁波巨炮 一颗炮弹就有200多公斤 当时在亚洲 这两艘军舰完全是无敌的存在 但是很可惜 从1888年北洋水使成立之后 就开始走下坡路 从1888年到1894年 这六年实践 北洋水使未添置一炮一剑 导致整个武器装备就落后了 为什么呢 因为北洋水使的军费被挪用建一鹤园了 怎么回事呢 1888年2月光绪下令修一鹤园 因为转年光绪就要大混 要亲政了 所以得给池起安排个地方 计划什么时候修完呢 计划是池起六十大收之前修完 也就是1894年要修六年 但修园这最大的问题是没钱呢 你别看清王朝一年财政收入达八千万两 好像挺多 但是除去各种开支 每年最多盈余三百万两 这么一算不够啊 那怎么办 只能减少其他的开支 其中就包括北洋水使的军费 当时每年给北洋水使的军费是四百万两 其中一百四十万两是用于发想军舰维修这些基础费用 剩下二百六十万两是用于外购军舰大炮 如果把外购军火这项停了的话 是不是能省出二百六十万两 所以当时的户部上述 翁同和就上了一个折制说 建议暂停北洋水使和南洋水使外购军火 很快这个折制就被批下来了 就这样北洋水使的军费就被挪用了 而北洋水使更脑霉的是 就在那几年 就是1890年左右 四家海军发生了一场技术变革 这次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军舰的航数大幅提高 第二个就是中口径火炮的射数大幅提升 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速射炮 当时北洋水使用的还是那种老式架退火炮 它的特点就是射数慢 比如说定远站远的305毫米口径的克鲁伯巨炮 理论射数是五分钟一发 而英国阿姆斯特朗速射炮 理论射数是一分钟五到六发 这个差距又非常大 所以速射炮很容易形成火力优势 那么日本人就想 我是不是可以用新式军舰的航数和射数优势 来压制北洋水使呢 就发现一个反超北洋水使的机会 所以马上决定说买新式军舰买速射炮 那日本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没钱呢 那怎么办 天皇说这样吧 我起一个带头作用 每年从宫廷费用中拨出30万日元 用于海军建设 日本老百姓一看说天皇都表态了 也纷纷捐款 短短几个月就募集了203万日元 要知道 当时日本一个小学教师 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五日元 许多人都是30钱50钱那么捐 数额非常小 但最后净达百万之举 可想当时日本人的热情得多高 而且同时又推出海军攻占 大家又是竞相购买 靠着这笔钱呢 日本陆续从英国订购了一批新式巡洋舰 而且这些军舰还装了大量的速射炮 这是海军 我们再说陆军 这个时候日本陆军也完成了近代化转型 当时日本陆军的常备兵力是六万三千人 加上预备役 一共是二十二万 这二十二万人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军事训练 一旦战争打响可以迅速击击 再通过铁路网运到指定港口 最后出国作战 所以在加武战争之前 日军的死力已经超过清军 现在日本就等一个机会 与清国决战 一举改变整个东亚格局 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那就是1890年朝鲜东穴当旗 1890年2月 在朝鲜南部爆发了东穴当旗 其实就是一场农民起义 朝鲜也多次派兵镇压 但都不攻而返 导致这个起义规模越来越大 在5月31号那天 东穴党占领南方重镇泉州 下一步就准备挥师北上进攻汉城 这下在汉城的阳影是坐不住 为什么 你想东穴党东穴党 什么是东穴 核心就是如是道 他们推崇东穴 反对的就是吸血 简单来说就是排外 东穴党有句口号叫做除暴救民 逐灭阳窝 这个逐灭阳窝 针对的就是阳人和日本 那你想 他们要打进汉城的话 汉城的阳人 日本人 甚至使管人员 什么下场 所以当时各国公使都来找袁世凯说 不行了 顶不住了 赶紧让清国派兵评判 甚至日本公使也说 我们日本没有别的意思 希望清国马上派兵评判 我们好继续做生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6月3号 在袁世凯的建议下 朝鲜就正式向清国求助 那清王朝一看 这确实 这朝鲜是我藩属 我对他是有保护义务的 于是李鸿章就命令 直立提督叶之超 率两线精兵去朝鲜评判 6月8号 第一批清军就在崖山登陆 但是没想到 日本人也来了 6月9号 日军在仁川登陆 然后活速赶往汉城 很快就控制了 仁川和汉城这两个战略要点 这日本人一来 李鸿章也很吃饮 说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来干什么 日本人说 是这样 你看朝鲜现在这么乱 我们派兵只是为了保护 侨民和使馆 没有别的意思 但是日本人也没有想到 就他刚来没几天 这起义就结束了 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朝鲜国王 一看日军来了 知道这事情大了 弄不好 两国就在朝鲜打起来 所以赶紧派人跟东学党谈谈 说你们别闹了 你们有什么要求 我都答应 就答应了东学党12项要求 然后呢 东学党就撤出全州 起义就结束了 这起义一结束 你日军出兵的理由就不存在了 所以李鸿章顺势提出 说这样 现在叛乱已经结束了 你也不需要保护侨民和使馆了 我们共同撤军好不好 那哪能撤军呢 日本也好不容易来 所以日本又抛出第二个理由 说虽然这次叛乱平息了 但是保不齐还有下势 问题的关键在于朝鲜朝廷太软弱了 你看啊 一打仗就没钱 军队也不行 这点事都搞不明白 要不这样 我们共同改革朝鲜内战好不好 什么时候改革有效果 什么时候我们再撤军 那哪行 朝鲜奶果大清番薯 跟你们日本也有什么关系 再加上 就让改革也得人家请你来 你才能来 人家也没请你 你就来了 这算怎么回事 所以一口否议 你不同意是吧 你不同意我就不走了 你不走 我也不走了 于是双方就在朝鲜形成一种对峙局面 这个火药味就越来越痛 其实啊 日本也没有想什么共同改革 共同改革只是一个不撤冰的理由 目的是为后续大部队登陆争取时间 从六月中旬开始 日军就不断向朝鲜征兵 到六月末 再朝日军已达到八线人 而且还占领了汉城 仁川 釜山 原山这些战略要底 对清军形成了绝对优势 好 我们再来看国内情况 这个随着局势越来越紧张呢 国内的大臣们也纷纷主战 主战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 说我中华讲求海防近三十年 北洋水势成立也将近十年 难道面对日本这样的国家 我们还没有一战之力吗 那什么意思 就是我乃天朝上过 你是坠而小过 我英国人打不过 我你英国还打不过吗 这是一个理由 那么第二个理由呢 日本既予我中华已久 和平从来不是谈出来的 而是打出来的 如果想获得长久的和平的话 一定要给他打服 光绪一看说 说的有道理 那要打吧 就决定打 所以光绪就给李鸿章下指 说现在朝廷一意逐战 李鸿章你马上进行战争准备 如果一物战绩 拿你是问 那么李鸿章什么想法呢 李鸿章不想打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 是李鸿章自己的误判 就是李鸿章他没想到 这回日本是倾全国之力 跟你倾国决战 他以为这次日本就搞点事 要些利益而已 大不了我给你些利益 这件事就结束了 他以为这件事还有得谈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李鸿章认为 这仗打不赢 因为陆军海军都不行 我们先来看陆军 当时全国的陆军有100万人 看起来不少 但是真正能出国作战的没多少 我们来算一下 这100万人中 有60多万是八旗陆营 这些人战斗力不行 他们不算 剩下的30多万 都是各地的乡勇和炼军 但是他们大部分武器装备不行 比如说当时的老乡军 用的还是大刀长矛 还有那种老式台乡 这怎么能行 所以最后 这武器装备不错 训练丧可的 只有李鸿章的怀军 也就30万人 但是这30万人 主要负责的是 经济地区的防御 你不能都掉出去吧 最多掉出去一半 所以真正能入朝作战的 也就一两万人 就这么点 我们再来说海军 当时清军有 北洋 南洋 广东 福建 四只水师 一共是82艘舰艇 而日本只有28艘 看起来数量占优吧 但是当时清廷 没有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 其实这四只水师 实际上都被各地的都府控制 比如说光绪下令 让张之东派南洋水师 北上驻站 张之东就不干 说我们武器装备不行 去不了 所以最后只有广东水师的 广甲 广乙 广炳 三艘军舰到北洋水师驻站 为什么广东水师能去呢 因为当时的梁广总督 是李鸿章的大哥李汉章 靠着这层关系沿舰才去的 所以最后参战的 只有北洋水师 和广东水师的三艘军舰 一共是25艘舰艇 还比日军少了三艘 更不要说武器装备 差日军一大截 面对这样的情况 李鸿章当然也没心心了 所以李鸿章建议 还得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紧接着李鸿章就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调兵 李鸿章命魏汝贵率盛军六千人 马玉坤率义军两千人 卓宝贵率奉军三千五百人 进入朝鲜抢占平壤 为什么要调兵呢 一个是光绪已经下令了 你肯定得行动吧 万一真打起来 你也不至于太被动 还有一个呢 就是谈判你也得有筹码 当时日军已经控制了 汉城 仁川 釜山 元山 这些战略要点 已经抢占先机 那好 我退而求一事 我占领北方重镇平壤 和你来个南北对峙 到时候谈判我也不吃亏 这是一件事 那么第二件事呢 还是以一致一 李鸿章还是希望 列强能从中调停 让日本退兵 李鸿章最希望谁来呢 英国 当时的英国那是大英帝国 全球霸主 而且和日本关系不错 如果英国能来调停的话 这事还是有希望 那么英国要不愿意调停呢 当然愿意 英国是最不希望两国开战的 为什么 这就要说到英国的外交政策 军事外交 英国作为全球霸主 他最担心的一件事 就是世界上其他地方 又出现一个单一强权 威胁他的霸主地位 当时有可能成为强权的 有法国 德国 俄国 美国 这些中等强国 所以不能让他们崛起 谁崛起 我咒谁 比如说拿破仑时期 法国 法国崛起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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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怎么能让你起来呢 咒你 所以反复组织反法同盟 最后在第七世反法同盟 终于把拿破仑给咒趴下了 还有你看 二十世纪书 英国和谁结盟 和法国 和俄国 结盟 组成协约国 咒谁 咒德国 因为德国崛起了 所以这一套英国玩了几百年了 好 话得说回来 拿破仑被咒趴下之后 谁崛起了 俄国 崛起了 俄国成为欧洲宪兵了 你觉得写的是吧 好咒你 所以整个十九世纪 英国就和俄国 在全世界范围内死磕 在欧洲 英国和法国联合 把俄国咒了一顿 但是在东亚 英国有点编长莫及 所以在东亚 它主要靠两个国家 来遏制俄国 一个是清王朝 一个是日本 清王朝是东亚老大 日本是明治维新后 发展也很快 在英国人眼里 这两个国家 是遏制俄国的重要力量 但是现在你们俩要打起来 这算怎么回事 最后谁赢谁输 俄国很有可能会趁机扩张 这个是英国 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所以在七月初 英国主动提出 我来调停 就找到日本说 这个共同改革 其实也可以谈 要不你先从汉城 和仁川撤军 汉城以南 由你日本占领 汉城以北 由清国占领 然后你们双方 再谈这个共同改革问题 但日本人不干 日本人说 这是我们两国之言事 跟第三国无关 到七月中旬 英国人看出来 这日本是铁了心了 要打得 我也管不了了 但在走之前 英国跟日本人 说了一句话 说你打可以 我管不了 但是不能在长江流域打 因为那是我的地方 日本人说 没有问题 然后英国人就走了 英国人前脚刚走 日本就决定开战 但是开战之前 还得找个开战理由 所以在七月二十三号 日军就冲入王宫 又把国王给抓下来 然后又成立了 亲日内阁 随后这个内阁 就发了两道命令 第一个是断绝 与清王朝的中方关系 第二是请日军 驱逐再朝清军 那么这两道命令一下 日军马上南下 进攻叶志超的部队 因为崖山是决地 他不利于防守 所以这个时候 叶志超的部队 已经转移到了城环 所以双方在城环 就打了些 这么一打 你看这清军问题非常多 你看日军 右翼阳攻 左翼主攻 步炮邪同 近身右搏 这一套打的是清军流水 你来看清军就很呆板 虽然当时清军也有非常先进的连发部强 但是他们用的还是那种老式线性战法 就是排成几排 做密集型设计 但是你要知道 当时日军已经产用散兵机动战术 就是两三个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 每个战斗小组之间间距6到8米 这么大的间距 密集型设计 对日军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还有这个火炮 清军是把火炮分散布置在最前线 这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 火炮集中在一起 才能发挥火力优势 你分散布置有什么用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就是你把火炮布置在最前线 很容易被敌人摧毁 所以你从这些细节上也能看出 日军已经完成了近代化转型 而清军还是一直拿着先进武器的中世纪部队 毫无悬念 没几个小时清军就败了 好在这次损失不大 也就伤亡一百多人 清军主力成功跳出包围圈 向平阳方向撤退 在城管之战爆发几天前 就发生了高升号事件 其实这件事也跟燕之超有关系 怎么回事呢 在七月中旬 随着局势越来越紧张 李鸿章就很担心燕之超这支部队 因为你人太少了 对吧 你才两千多人 日军有将近一万人 一旦战争打响 还永远被日军吃掉 所以李鸿章原计划是派船 把他们从崖山运往大同江口 再进入平阳 但是燕之超不干 燕之超说不行 现在日本联合舰队 经常在朝鲜西海岸巡逻 走海路不安全 站吧 我还是留在这 我来威胁日军后防 李鸿章一想 也有道理 但是你人太少了 所以决定向崖山征兵 那怎么解决这个安全问题呢 李鸿章想一招 说我雇英国船 英国船你日本人敢打吗 所以就雇了高升 爱人 飞京 这三艘英国商船运兵 但没想到日本人真敢打 前两艘都很顺利 但是当高升号走到半路时 和浪叔号遭遇了 然后浪叔号马上把高升号逼 停下他投降 这个船长是英国人 英国人无所谓 反正也打不过 那就投降呗 但是船上的士兵不干了 将士们情绪非常异动 说无为撒敌而来 绝不能为日军说 就坚决不投降 最后因为不投降 浪叔号开炮 把高升号给击沉了 导致871名将士迅国 这就是高升号事件 消息传来光绪薄言打 随后8月1号 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现在我们就来说下 双方的作战计划 先说青王朝的 虽然开战以后 也从军机处各部调人 组成了预先顾问 参战军机 就相当于参谋部 但是这帮人不懂军务 最后还得靠李鸿章 那李鸿章什么计划呢 李鸿章的计划 简单来说 就是稳扎稳打 先在平阳 站稳脚跟 再图南进 李鸿章又说 现在我们应该 马上招募新兵 我先把驻守要塞的 精锐部队调到朝鲜 然后让新兵防守要塞 最后调各省精锐部队 增援朝鲜 当我们在平阳 集结三万大军之后 在南下进攻汉城 把日军赶出朝鲜 这是陆军方面 那么海军呢 只要避免与日本海军决战 只把北洋水师 作为一支战略威慑力量 按李鸿章的话说 就是做猛虎再三之事 因为他知道 只要我北洋水师存在 你日本海军 就不敢轻易侵犯我港口要塞 精师就是安全的 但是一旦发生主力决战 李鸿章也知道 北洋水师八成就被打残了 日军就会控制制海权 一旦控制制海权 日军就会长驱直路 直接在三海关附近登陆 威胁精师 所以只要北洋水师在 精师就在安全的大后方 但是如果北洋水师没了 精师就在战争的最前线 这一点李鸿章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多是强调 一定要保船避战 保船避战 不要进行主力决战 看起来很消极 很保守 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这是清军的计划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军的计划 日军有甲乙丙三套方案 我更喜欢称之为 上中下三册 我们先来看上册 上册就是以汉城仁川的 日军为诱饵 吸引荆基地区的 清军主力入朝 与此同时 日本海军与北洋水师 进行主力决战 击败北洋水师 控制制海权 最后输送四个士团 在三海关地区登陆 直询北京 逼迫清廷迁城下之盟 这个上册设计的很巧妙 就是我先把你的清军主力 吸引到朝鲜 然后再透析北京 这么一来 你主力部队没法回缘 因为当时又没有铁路 陆军都是徒步行军 等你赶回来 战争都结束了 所以这个方案 如果能实现的话 日本就会以最短的时间 最小的代价 来获得最大的胜利 这就是上车 我们再来说中车 中车就是 如果在海军决战中 双方打平手的话 那么再朝日军 要主动发动进攻 歼灭清军 控制整个朝鲜 这是中车 下车就是 如果在海军决战中 日本败了 北洋水池控制制海权的话 那么日本就要 加强本土防御 同时再朝日军 要死守汉城和人船 以便在以后 中战谈判中 获得业力 这是下车 大家来看这个方案 设计的好像挺周密的 但是这里也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想上车实现的话 它有个大前提 就是你这晚 要在八月中旬 就得获得制海权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日本运输能力有限 五百吨以上的运输船 日本只有五十艘 要想把这四个士团 都运到三海关地区 并完成登陆的话 需要两个半月 但是11月份到来年 三月份是结兵期 日军没法登陆 所以你从11月份 往前倒两个半月 正好是八月中旬 所以在八月中旬 一定要获得制海权 然后才能准备登陆 但是日本人没想到的是 北洋水池不和你决战 北洋水池要么是在 微海的流宫岛 要么就在渤海湾附近巡逻 根本不和你打 整个八月 双方都没有发生战斗 这个怎么办 日本人又不想放弃甲方案 所以就修改了作战计划 就改为再朝日军 主动发动进攻 控制朝鲜之后继续前进 突破亚禄江防线 直取奉天 因为奉天是你 爱心觉罗的老家对吧 肯定来救对吧 这样一来又把京畿附近的 清云主力吸引到辽东半岛 造成京城防御空虚 同时海军继续寻求 与北洋水池决战 为来年春天三海关登陆做准备 所以九月初 第五师团师团长也进道观 率四路大军 支扑平仰 我们再来看一下平仰的情况 这个时候在平仰 有魏汝贵的盛军 马玉坤的义军 卓宝贵的凤军 封山阿拉的炼军 还有从成焕逃过来的叶志超的部队 一共是一万七千人 其中四千人是守卫后方交通线 剩下一万三千人驻守平仰 平仰的总指挥就是叶志超 你可能要问 这叶志超刚在成焕打了败仗 怎么还让他当总指挥 这是因为叶志超谎报军情 他说城关一战 必敌两千 这朝廷一看 哎不错呀 这一扫胜多还能打这么好 好那你就当总指挥吧 这叶志超当上总指挥之后 他也心虚啊 他知道这日军死里很强 打野战是不行的 所以他决定死守平仰 坚守不出 哎你别说 这么做其实也有道理 首先第一个 平仰城防非常坚固 平仰城墙高九米厚七米 墙壁都是由砖石和泥土构成 非常坚固 还有清军在平仰城外 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 整个平仰城防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这是一点 那么第二个呢 你别看日军是四楼大军 但是加在一起也就一万七千多人 在数量上没有绝对优势 所以真要打起来 陆使随手丧位可知 9月15号 日军首先发动进攻 平仰战役正式打响 9月15号的战斗非常激烈 清军打的也很弯强 比如说在平仰城南的船桥里一旦 清军用加特林机枪疯狂扫射 打得日军在战壕里抬不起头 而且清军也不是被动防守 而是主动进攻 连夺日军两道战壕 打得还不错 到下午四点 天降大雨 战斗就结束了 总体来看 双方是打了个平手 但是当天晚上 叶志超就下令 从平仰撤退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当天的战斗实在是太激烈了 剩下的弹药只够一天的战斗 这是一点 第二个呢 就是之前日军已经切断了平仰 对外的有限颠报 导致平仰和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 叶志超就不知道 这援军什么时候能到 所以下午四点 赶快召集各将领开会 说现在弹药只够一天 援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整吧 最后得出结论 趁着今天雨夜赶紧撤 然后叶志超还给日军写了一封信 说我现在把平仰让给你们 你们能不能让我们全身而退 咱们不打了好不好 还写了这么一封信 还没等日军回信呢 这平仰各城门就肃洗白洗 就准备撤了 日军看到这封信 后就得出一个结论 你不就是要跑吗 所以赶快在平仰后路射服 当天晚上八点 清军从平仰撤退 刚撤退没多久 就遭到日军伏击 很快撤退就变成了溃退 在这个过程中 清军伤亡1500人 平仰战败后 清军就一路溃退到国内 日军也趁机突破压路江防线 战火也就烧到了中国境内 而在平仰战役结束后不久 就是在9月17号 发生了著名的黄海海战 黄海海战是中日两国海军之间 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海上会战 这场海战的胜负 直接影响了整个甲午战争的结局 那么这场海战到底是怎么爆发的 还有这场海战的具体过程又是怎样的 我们先来简单说一下背景 1890年8月1号 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甲午战争爆发 这个时候 双方在朝鲜形成一种南北对峙的格局 就是清军占领北方重镇平仰 而日军则占领南方的汉城 仁川这些战略要地 那么是谁先打破这种格局的呢 是日军 9月初 第五师团师团长 野金道万 率四路大军 知仆平仰 平仰战役即将打起 所以随着战事临近 9月7号 驻守平仰的清军总指挥 叶志超就给李鸿章发电 说现在平仰后路的 安州兵力薄弱 希望马上派兵征援 以免被日军断了后路 所以9月8号 李鸿章就命令 驻守在荆州的刘胜修 率四千明军 从大连湾出发 仙州海路 到中朝边境的大东沟登陆 然后再走陆路进驻安州 为什么要走一段海路呢 因为它快嘛 当时又没有铁路啊 陆军都是徒步兴军 如果你只走陆路的话 缓不济急 而且呢 因为这次吸取了高城号 被偷袭的教训 所以决定派北洋水师主力护航 那么经过几天准备 9月16号凌晨1点 北洋水师出动全部主力 包括两艘铁甲舰 定远阵远 十艘巡洋舰 两艘文炮船 四艘鱼雷艇 一共18艘舰艇 护送四线明军 前往大东沟 但是没想到 这次运兵的消息 又被日军截获了 但是这次情报有误 日军认为 这次护航的 只是北洋水师的几艘弱舰 所以得到情报后 联合舰队司令官 一东又横就很高兴 心想 我又能偷袭运兵船了 顺便再把北洋水师 那几艘弱舰干掉 这不美式一桩吗 因为这次主要的目的是 偷袭运兵船 所以联合舰队 并不是清朝出动 一东又横只带了 本队和第一游击队 一共是12艘舰艇 于9月16号下午5点 从大同江口出发 北上输入了清军 而在同一天中午 北洋水师到达大东沟 然后明军开始登陆 平远 广炳 还有文炮船和鱼雷艇 在大东沟入口处防卫 而定远 镇远和其余八艘巡洋舰 在大东沟入口外 12海里处警戒 这是9月16号的情况 9月17号上午10点23分 接下来的一名天王兵 突然报告说 在东北方向发现一缕煤烟 消息传来 日军几乎所有舰长 都拿着望远镜往东北方向看 你看非常高兴 终于发现清清运兵船来 但是过来一会儿 发现不对劲 说这煤烟的数量 怎么有点多 一鼠 一缕 两缕 三缕 四缕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煤烟的数量越来越多 五缕 六缕 七缕 八缕 数量还在往上涨 等到中午11点半 日军终于看清了 这支舰队的全貌 这哪是运兵船呢 这是包括定远 真远在内的 北洋水师全部主力 这一下把日军吓得不轻 因为没有心理准备嘛 原来只是打算 偷新运兵船 轻轻松松嘛 没想到碰到 北洋水师主力了 这个怎么办 这个时候 一动又哼直到 主力决战已在所难免 于是下令 马上开饭 吃饭饭后 准备战斗 我们再来看一下 北洋水师 上午11点半 北洋水师的眺望兵 发现西南方向有异常 好像有煤烟 但是不确定 等到中午12点左右 终于确定 那就是日本联合舰队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北洋水师发现日军 比日军发现北洋水师 晚了整整一个小时 这是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双方用的煤炭不同 日军用的是优质无烟煤 延烧后是一缕青烟 不易发现 而北洋水师用的是劣质煤炭 延烧后浓烟滚滚 很容易被发现 那难道清王朝就没有优质煤了吗 有 但是不给你用 这是为什么 是这样 北洋水师的煤炭 主要是由开瓶煤矿提供 但是因为北洋水师给的价格不高 不挣钱 所以就不愿意把优质煤炭 卖给北洋水师 于是就用劣质煤替代 为这事 丁汝昌多是跟开瓶煤矿交涉 最后丁汝昌都急了 说如果你们再给我运这种劣质煤 我就全给你们退回去 但是开瓶煤矿根本就不撩你 说你爱要不要 所以在开战时 北洋水师用的还是这种劣质煤 而晚发现日军一个小时 就带来一个不利因素 就是确定对方是联合舰队时 刚好是中午12点左右 这个时候 北洋水师刚刚开饭 还没吃鸡口饭的 日军又来了 所以最后将士们是饿着肚子参加战斗的 好我们再说回来 消逸传来 北洋提出丁汝昌就非常纠结 就纠结这仗到底要不要打 我们先说不打的理由 就是之前李鸿章多次强调 一定要保船必战保船必战 千万不要进行主力决战 丁汝昌自己也知道 一旦进行主力决战 没有胜算 那么按照这些理由 现在就应该撤 但是如果你要撤了的话 陆军就倒霉了 因为这时还有一些士兵 在运输船上没登陆了 你要是撤了的话 他们就成火把子了 你可能会问 这都登陆一天了 怎么还没结束 是这样 这个登陆啊 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好像船一靠岸 直接下船就登陆了 不是 它是运输船先到大东沟入口 然后再换小船进入鸭路江 进入鸭路江后 还得丧行15海里 然后才能再朝鲜一车登陆 你想 除了这四线四并外 弹药 粮草 还有战马 都得靠这几十艘小船转运 工作量确实不小 所以到17号中午 登陆工作还在进行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 如果打 不一定能打赢 但是如果撤 陆军招殃 而且你这次的应务就是护航 怎么办 纠结片刻后 定武昌决定打 于是下令 起锚 战炮位 准备战斗 随后将士们放下饭碗 迅速冲到各自的战斗岗位 各舰也纷纷起锚 死向日军 而在行进途中 北洋水池开始变阵 由原来的两列重队 变为夹缝燕航阵 夹缝燕航阵 是一种横队战术 就是让定远 阵远两艘铁甲舰在中间 其余八艘巡洋舰 分布在左右两翼 整个阵型像一个人质型 为什么采用横队战术呢 主要目的是为了 打乱敌因阵型 与敌因展开乱战进战 北洋水池的计划是 当整个舰队 接近联合舰队时 各舰迅速散开 分头行动 同时多点切入日军阵中 打乱日军阵型 与日军展开乱战进战 而一旦展开进战 北洋水池就可以使用 撞脚鱼雷这些进战武器 当时巡洋舰普遍都撞有撞脚 还有当时的鱼雷技术也不成熟 理论射程是400米 但实际有效射程只有100米 也是一种进战武器 如果在进战中使用这些武器的话 北洋水池就可以 弥补火力上的不足 提高胜算 这是使用横队战术的原因 那么日军使用什么战术呢 日军使用的是纵队战术 简单来说就是各舰首尾相连 一致排开 为什么选用这种战术呢 两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它简单 日军中有许多都是新式军舰 服役没多久 上面的士兵大多也是新手 如果阵型太复杂的话 对他们来说很困难 这是一个 第二个原因 你别看它简单 但是真有用 因为日军在军舰两侧 装了大量的速射炮 采用重队战术 能发挥速射炮的火力优势 这是日军采用重队战术的原因 而在列阵的同时 一东右亨命令 第一游戏队单独行动 攻击北洋水师右翼 随后第一游戏队就冲了出去 直扑北洋水师 仰看第一游戏队 就要到北洋水师右翼了 定主上说不行 不能让它就这么过来了 于是下令开炮拦截 下午12点50分 在距离日军6000米处 定远打出了第一炮 随后北洋水师各舰 纷纷开炮 黄海海战正式打响 而面对北洋水师的攻击 日军还没法缓击 为什么呢 因为速射炮有个缺点 就是它的射程短 所以日军有个规定 就是必须距离敌人3000米内 才能开炮 所以开战前几分钟 连格舰队只能被动挨打 就听到炮弹 咚咚咚 就在军舰周围爆炸 这谁能受得了 下午12点55分 一颗炮弹击中松岛舰的 320毫米主炮 一炮就把它给干废了 哎呦 这门主炮可金贵 因为当时日军的中口型速射炮 是没法击穿定远 阵远的305毫米厚的装甲 所以为了对付这两兽铁甲舰 日军在松岛 沿岛 乔利 三艘军舰上 各自配备了一门320毫米主炮 理论上在8000米内 是可以击穿定远阵远的装甲 所以日军对这三门主炮寄予厚望 但没想到 这开战才几分钟 一门主炮就被干废了 哎呦 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 也不管什么规定了 给我打 嘟嘟嘟嘟嘟 日军也开炮 双方展开激战 随后第一游戏队就要到北洋水师右翼 攻击超勇杨卫这两兽巡洋舰 这一打发现双方差距非常大 首先超勇杨卫是北洋水师最老的军舰 都服役十几年了 过炉都快报废了 这个时候最高行数只有八截 而更要命的是武器装备也不行 超勇杨卫的主要火力来源 是两门250毫米的老式架队火炮 这种火炮它的缺点就是射速慢 理论射速只有两分半一发 而日军就完全不同 首先日军中有许多都是新式军舰 速度快 比如说极野号的最高行数可达到23节 更重要的是日军的武器装备也很先进 当时日军配备了大量的中口型速射炮 它的特点就是射速快 理论射速可以达到一分钟五到六发 这个差距就非常大 所以速射炮很容易形成火力优势 除此以外 北洋水师的炮弹也不如日军 当时北洋水师使用的炮弹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开瓦弹 一种是实形弹 我们先来说开花弹 这个开花弹好理解 就是它的弹头装的是炸药 击中木药后会发生爆炸 利用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碎片 撒伤敌箭 那么实形弹又叫穿甲弹 它的弹头比较尖 里面装的主要是沙土 它是靠击穿敌箭后 使敌箭进水沉没 但是大家想想 怎么才能让敌箭进水 你必须得击中水线才行 你要击中其他地方 对箭体造成不了多大伤害 那这个就很困难 所以实形弹主要是用于 平时打把练习 实战中几乎不用 但是由于之前护部 已经禁止北洋水师外购军火 所以导致进口开花弹的 数量严重不足 没办法 所以北洋水师在开弹前 让天津机器局 赶制了一批开花弹 但是因为技术不行 所以生产出来开花弹 问题非常多 比如说有的炮弹尺寸太大 装不进去 还有的炮弹引信有问题 就是击中目标后不拨炸 所以在开战时 北洋水师的弹药库里 装了大量的这种实形弹 还有劣质开花弹 而真正有威力的 进口开花弹却很少 而日军则完全不同 首先日军用的全是开花弹 其次日军的炮弹里 装的是最新研制的下赖火药 那么这种炮弹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的灵敏度极高 第二个就是它的威力更大 而且极易延少 还有就是这个下赖火药 因为它的溶点比较低 所以在延烧时 下赖火药会变成液体 像汽油一样延烧蔓延 而北洋水师的炮弹里 装的是黑火药 它的威力就比较小 而且不易延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双方的武器装备差距非常大 所以结果毫无悬念 下午1点10分 超勇被击中起火 随后沉没 下午2点23分 杨威也重伤起火 随后退出战场之救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主战场 在主战场 北洋水师也很被动 因为超勇杨威的 最高行数只有8节 所以为了保持阵型 北洋水师只能以8节的航数前进 这么慢的速度 就导致北洋水师 迟迟无法接近日军 展开近战 而随着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 日军速射炮的火力优势 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炮战没多久 一颗炮弹就击中定远舰的纤维杆 把上面的信号旗 提督旗都给打下来了 这纤维杆被击中没多久 又一颗炮弹击中定远舰的 飞销甲板附近 导致在飞销甲板上 督战的丁乳昌受伤 但是丁乳昌拒绝去军医院治疗 他说我就留在甲板附近 所以只要有人从他旁边经过 他又冲人笑一笑 鼓励两句 说小伙儿好好干 尽可能的激励大家 在这里我要说一个问题 就是一直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信号旗被打掉 丁乳昌受伤之后 这个北洋水师就失去统一指挥了 阵型也乱了 其实不是 首先信号旗在实战中作用有限 大家想想 当海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 军舰周围都烟雾缭雕 上面的信号旗根本就看不清 所以为了弥补信号旗的不足 丁乳昌在战前就下了一刀命令 就是让各舰跟随旗舰运动 与旗舰共进退 所以旗舰本身的行动就是一种指挥 只要旗舰还在 整个指挥系统就不会出大问题 这是一个 其次呢 丁乳昌的主要作用是督战 具体指挥主要是靠右翼总兵刘布缠 所以当时并没有出现那种指挥混乱的情况 好我们话再说回来 前两发炮弹对定远并不致命 但是下午三点十分 又一颗炮弹集中定远舰手 这一炮就要了老命 我们知道 定远镇远在全体中部装了一层305毫米厚的装甲 主要是为了保护位于全体中部的弹药裤 锅炉昌 蒸汽机这些重要设施 但是在舰手舰尾却没有这种防护 因为这两个地方没有要害设施 所以舰手舰尾是定远最薄弱的地方 而你北洋水师采取的又是横对战术 舰手对敌 那么舰手就非常危险 所以这个炮弹很容易就击穿外壁 在舰内爆炸 然后舰手就开始着火 而且火势通过踢到窗口向外蔓延 没过多久 主家版也燃起大火 日军一看定远着火了 欣喜若狂 心想终于得到机会了 给我上 然后就围了过去 集中火力进攻定远 这个时候定远非常危险 就在这个危机时刻 在左翼的志远突然冲到定远前面 挡住了日军的炮火 而志远舰的管带就是邓志昌 冲了出来和志远一起吸引了日军全部火力 但是要知道 正远是有305毫米厚的装甲防护 而志远却没有 所以导致志远重伤 船体一度右倾30度非常危险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邓志昌决定冲向日本联合舰队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 近几年有研究认为 邓志昌要撞的可能不是吉野 因为这时第一游艺队已经要到北洋水池后面 在定远志远前面的是联合舰队的本队 就是松岛乔利这些军舰 那么为什么要通向联合舰队呢 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 是为了撞臣一艘日舰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打乱日军阵型 这个时候双方已经激战两个多小时了 但是北洋水池迟迟无法接近日军展开近战 反而陷入一种被动挨打的境地 而志远舰又是北洋水池中最快的军舰 它的最高行处可以达到18级 这个时候邓志昌也知道 志远坚持不了多久了 与其这样无谓沉默 不如放手一搬冲出去 争取冲乱日军阵型 最好是再用撞脚或者鱼雷击沉一艘日舰 日军一看志远冲过来 赶紧竖着包开始打 最后很不幸 志远在途中发生大爆炸 随后沉入海底 志远沉默后 邓志昌就落入水中 他的仆人想救他 给他递救生圈 他不接 最后他的爱拳也游过来 叼着他的胳膊 不让他沉下去 邓志昌赶他走 他不走 最后没办法 邓志昌眼寒热泪 抱着爱情 一起沉入海底 这一天刚好是邓志昌45岁生日 志远舰上一共252人 除7人获救外 全部殉国 利用志远用生命换来的时间 定远终于把火给扑灭了 随后定远和郑远一起进攻 联合舰队的旗舰松岛舰 下午3点半 一颗305毫米炮弹 击中松岛左舰 从40号速射炮 炮位上方射入 从右舰射出 留下一个大洞 因为这颗炮弹是死尽弹 所以对舰体并没有造成多大伤害 但是还没等日军黄过来的 又一颗305毫米炮弹 击中左舰 几乎是同一个位置 但是这次可是开花弹 正好击中4号速射炮的炮盾 一下子就把速射炮给炸飞了 而且更倒霉的是 这不是把速射炮给炸飞了吗 最后它落在哪呢 刚好落在旁边的炮弹堆里 一下就把炮弹给引爆了 就看宋导舰 咚咚咚咚咚咚咚 就开始炸 随后燃起大火 船体也开始倾斜 整个炮鸭板上的人几乎伤亡殆尽 有的已经被炸得四分五裂 甲板上到处都是缠织断壁 有的已经被烧得全身发黑 不成人情 最后经过30分钟的抢救 终于把火给扑灭了 伤口也堵上了 这才没有沉 但是这个时候 松岛舰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 所以下午4点07分 一东又横升起信号席 说不管 意思是各舰自由运动 其实就是放弃指挥权 松岛暂时退出战斗 虽然重伤了旗舰松岛 但是并没有改变整个不利局势 因为这个第一游戏队实在是太厉害了 速度快 火力又猛 所以先要到北洋水师右翼 然后再要到左翼 然后又要到右翼 来回打 打得惊远 惊远来远 相继重伤 退出战场 到潜水区之旧 随后第一游戏队就追了出去 这个时候 在战场上只剩下定远 镇远和联合舰队的本队 日军一看 机会又来了 当时日军对击沉定远阵远有一种执念 除了是因为忌惮这两艘铁舰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定远阵远是整个北洋水师的支柱 如果能把他俩击沉的话 就相当于击败了北洋水师 所以日军又围了过去 疯狂射击 火力非常猛 在这个过程中 定远阵远多是起火 舰上的将士一面救火 一面开炮还击 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定远重弹270多发 阵远重弹230多发 但是打了一圈发现 这两艘贴亚舰啥是没有 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就是之前说过 日军的中口径输射炮 是没法击穿定远阵远的 305毫米厚的装甲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松岛沿岛桥立上的 320毫米主炮 中看不中用 因为它的本质是小船装大炮 不太合适 所以就导致它的射击速度 射击精度 还有这个稳定性都有问题 在整场海战中 这三门主炮一共发射13枚炮弹 但无疑命中 最后一东又横也绝望了 直到不可能继承定远阵远了 再加上天马上就要黑了 他也担心北洋水师的鱼雷艇 趁夜偷袭 所以下午5点半 一东又横下令 收队返航 于是黄海海战就结束了 在这场海战中 北洋水师的 致远 京远 超勇 扬威四艘军舰沉没 定远 镇远 静远 来远 四艘军舰重伤 总共不是十艘军舰吗 还差两艘呢 那两艘跑了 而带走跑的就是纪远舰管带方伯谦 方伯谦是福建传政学堂 一期毕业生 后来又留学于英国格林卫治海军学院 是正经的科班出身 这个人只要不打仗 全是优点 头脑灵活 有战略眼光 口柴又好 跟领导同事的关系也不错 但是一打仗 这个腿就软了 开战初期 方伯谦的纪远是被安排在左翼 但是方伯谦感觉左翼危险 所以他又往右翼跑 后来不是第一右翼队攻击右翼的超勇杨威吗 他一看右翼危险 于是又往左翼跑 就来回串 人冲外号 海上黄鼠狼 最后一看志远沉了 方伯谦说 我也不装了 直接升起信号喜说 我见已受重伤 其实啥事没有 然后就一路往旅顺方向跑 广假一看纪远跑了 他也跟着跑了 而更气隐的是 纪远在淘宝途中 还把杨威给撞了 当时杨威因为重伤 在潜水区争灭火治救呢 突然就被荒芜惹路了纪远给撞了 撞了之后 方伯谦也没管 直接就跑了 被这么一撞 杨威是彻底没救了 最后杨威搁浅 杨威见管带邻履中 望着纪远远去的贝尔 悲愤要压 投海至尽 当然最后也没摇了方伯谦 9月24号 方伯谦被斩首示众 当然了 除了方伯谦等少数人外 北洋水市大部分人 表现的还是很英勇的 好 我们再来看日军 在这场海战中 联合舰队的松岛 笔锐 赤城 西京丸 四手军舰重伤 但无意沉没 总体来看 北洋水市的损失 要比日军大得多 而更重要的是 经此一战 北洋水市元气大伤 日军从始就控制着治海权 这么一来 整个局势就对清王朝更加不利 许多人认为 在甲午战争中 最令人痛心的 就是北洋水市全军覆没 但其实更令人痛心的是 在北洋水市困守刘公岛的 十几天里 竟无意志援军增援刘公岛 最终导致北洋水市彻底覆灭 那么清军为什么不救北洋水市 还有 在辽东战场 清朝陆军为何会一败涂地 好 我们先来说辽东战场 1894年9月15号 日军攻占平衡后 就开始向鸭鲁江一带集结 10月24号 日军发动进攻 仅用三天时间就突破了鸭鲁江防线 随后就相继攻占了 凤凰城 秀岩 海城等地 清军被打的是节节败退 那么清军为什么会屡战屡败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清军的战术水平地下 我们以淮军为例 其实淮军除了装备了大量的洋枪洋炮外 他还雇了许多外国教官帮忙训练 刚开始雇的是英国人 后来普法战争结束后 一看德国人厉害 于是又雇了一些德国教官 所以淮军是既练英超又练德超 但是练来练去最后发现 只是练了一些皮毛 许多东西压根就没改 比如说在军官的选拔上 淮军优先考虑的 还是个人战斗技能和勇气 就是看你的枪法好不好 还有你这个人是不是很勇猛 那么德国教官就表示反对 说你这个选拔标准有问题 因为军官不是用来和士兵同列打枪的 军官的主要作用是指挥 所以你应该重点考察他们 是否熟悉战术和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 这个说的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进入工业时代 技术变革的周期变短 不仅武器装备的更新速度非常快 而与之配套的战术思想和战争理念 也在不断推陈出新 那么这就要求军官 必须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 比如说数学 测绘 地理学 还有先进的战术思想和技术指挥知识 这些你都得学 但是清军将领完全不学 心想我们都是撒场老将 打仗还不会 学什么学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清军的将领都是文盲 那你想一支军队的军官都是文盲 那就直接导致整个军队的战术水平低下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 比如说构建防御攻势 正常来说防御攻势 是不是应该是越隐蔽越好 越低矮越好 最好是形成一种敌寨明 我在暗的态势 最典型的就是挖战壕 这在当时都是常识 但是清军却反其道而行 清军是直接在山上筑起堡垒 就是用泥土构建成那种 成正方形的围墙 立在那 非常鲜艳 那日军一看说 哇 这打固定吧 还不简单 短了以后就把它给炸了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清军虽然装备了 很先进的连法步枪 但是他们用的 还是那种老式线型战法 就是排成几排 做密集型射击 但是要知道 当时日军已经采用 散兵机动战术 就是两三个人 组成一个战斗小组 每个战斗小组之间 间隔六到八米 这么大的间距 你密集型射击 没什么效果啊 还有一个就是 清军的射击也有问题 据日军记载 说可能是不会撤距 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 清军经常在距离 日军很远的地方就开枪 甚至有两千米远 这么远的距离 那肯定打不准嘛 其实就是一看 日军来了 给我打 动动动动动 就直接开枪 也不管有多远 先开枪再说 所以这些军官 根本就不懂指挥 也不会撤距 什么都不会 还有一点就是 清军特别害怕白任战 据日军记载 说清军身高六尺 视我为诸如毫不夸张 这个说的倒挺直白 按理说 白任战的话 清军是有优势的 但是清军从来不进行 白任战 这就是没有勇气的表现 就是日军一接近 清军直接把枪一扔就跑了 也没有部队 负责断后主击日军 什么都没有 直接就跑了 所以清军的战术素养 都对不起他们使用的武器 当然了 也有一些部队打得很顽强 也会与日军白任战 但是我说的这些问题 在清军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好 我们话再说回来 在第一军准备进攻 鸭路枪防线时 10月24号 陆军大将大山岩 率第二军 突然在花园口登陆 目标直指旅顺 为什么要打旅顺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旅顺是恶守渤海湾的重要港口 一旦拿下旅顺 就可以以此为基地 进攻大谷口 然后直取京师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原因呢 就是旅顺是北洋水师 唯一的维修基地 黄海海战后 北洋水师就在旅顺维修 所以如果能拿下旅顺的话 就有可能消灭北洋水师 11月2号 日军完成集结 向荆州进军 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 日军是横扫整个辽南战场 11月6号 日军在一天之内 就攻克了荆州 11月7号 日军在行进途中 占领了大连湾 11月21号 日军对旅顺发动总攻 仅用一天时间 就攻克了旅顺 随后就发生了旅顺大屠杀 丁汝汤一看情况不妙 再加上北洋水师 留在旅顺也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11月13号 丁汝汤就率北洋水师主力 离开了旅顺 前往山东危海 刘宫岛基地 但是北洋水师一回刘宫岛 就各种不顺 刚回刘宫岛第一天 镇远就出交了 镇远为什么会出交呢 事情是这样的 微海湾以中间的刘宫岛为界 分为东西两个出入口 甲午战争爆发后 为了防备联合舰队偷袭则刘宫岛 所以丁汝汤就在东西两口的海面上 布置了水雷木牌这些房柴 东口是基本上用这些房柴给堵上了 但是西口因为是舰船出入的主要航道 所以在西口特意在贴近刘宫岛一侧 留了一段宽约600米的海面作为通道 并且在通道的两端还用浮标标识 就是放两个浮标 一个靠近刘宫岛 一个靠近水雷防护线 而且为了尽量避开水雷布射带 北洋水师各舰出入刘宫岛时 都是贴着刘宫岛一侧的浮标航行 11月14号早晨 按照惯例 旗舰定远首先通过航道 就贴着刘宫岛一侧的浮标航行 但是定远在航行时 舰守水线下的撞脚批拨斩浪 将迎面而来的海水分向两边 没想到被定远分开的海水不断涌动 竟然把靠近刘宫岛一侧的浮标 推离了原来的位置 漂浮到了附近的浮标群之间 就是在这个时候浮标下方都是浮标 而跟在定远舰后面入港的是镇远舰 镇远舰上的将士没有发现 这个浮标已经发生了偏离 所以还是像往常一样 贴着刘宫岛一侧的浮标航行 所以刚进入航道没多久 镇远就出交了 就听水里传来一阵赤尔的摩擦声 镇远舰管带林泰征心想 不好肯定是出交了 一查 左舰船底破损进水 林泰征赶紧命人偷水堵肉 虽然最后勉强把伤口给堵上了 但是镇远已受重伤 镇远出交后林泰征就非常自责 再加上他也担心曹廷会怪罪下来 所以整个人就变得焦躁不安 最后实在是没办法 林泰征就找刘不禅商量对策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但其实林泰征和刘不禅的关系并不好 为什么呢 这就得说到林泰征的身世 林泰征是福建侯官人 他的主妇是林哲徐的胞弟 他的孤障是两江总督兼南阳大臣的沈卯真 按理说这样的身世已经很不错了吧 但是林泰征早年生活非常凄苦 幼年时就失去了父母 跟寡少勉强过活 好在16岁时进入了沈卯真创办的福建传政学堂 之后因为成绩优异 再加上沈卯真的关系就一路高升 最后升至左翼总兵 地位仅次于提督定乳昌 这么一来 身为右翼总兵的刘不禅就不高兴了 因为刘不禅和林泰征是同学 知力相同 而且刘不禅技术也好 能力也很强 更重要的是 刘不禅有一种武人气质 而林泰征呢 更像是一个书生 所以刘不禅就特别瞧不起林泰征 经常讥讽他就是个文弱书生 但是每次竞胜 林泰征都压刘不禅一头 刘不禅就很不爽心想 你不就是有个好鼓掌吗 所以就经常重伤林泰征 两个人的关系就很差 后来为了缓和他俩的关系 丁书昌就从中说和 让刘不禅的女儿 嫁给了林泰征的儿子 所以他俩还是亲家 好话再说回来 现在林泰征也没有别的办法 再加上毕竟是亲家 所以就找刘不禅帮忙拿个主意 但谁知刘不禅大咳一声 说定远镇远系国之保障 朝廷多是下旨 让我们多加保护 你倒好竟然让镇远触交 你还有脸见人呢 这一下林泰征又受刺激了 本来就已经很内疚很智责了 现在又被刺激一下 再加上林泰征这个人也很内向 所以最后也没解开这个心结 第二天凌晨 林泰征引证致尽 消息传来光绪不愿大怒 说镇远触交 林泰征致尽 你丁武昌身为提督 难道一点折印都没有吗 所以不久光绪下令 将丁武昌革职查办 交刑部治罪 其实就是要杀丁武昌 大家可能说不至于吧 现在是用人之计 再加上丁武昌也没有直接折印 至于要杀丁武昌吧 其实啊 镇远触交只是个借口 光绪对丁武昌早就不满了 为什么对丁武昌不满呢 这个我们就得先说说光绪这个人 在我们印象里 光绪是一个很软弱 很文静的一个人 这个没错 但这只是光绪性格中的一面 在光绪的性格中 还有暴躁 偏执 娇重的另一面 光绪为什么会有这种 看似矛盾的性格呢 这个就跟慈禧有很大关系 慈禧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没把同志地关好 同志实在是太贪玩 不爱学习 最后找王 所以慈禧痛定失痛 决心一定要把光绪 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帝王 所以对光绪是严加管教 那真的是光绪稍微有一点不对 就是一顿训斥 比如说光绪小时候 小孩子嘛 有时就喜欢走路蹦蹦跳跳的 那都不行 被慈禧见到都是一顿训斥 说你是皇上 皇上走路得有威严 你哪能像小孩子一样 蹦蹦跳跳的 成何体统 这都不行 在平日里 慈禧对光绪是轻则训斥 重则罚贵 所以长此以往 就对光绪的心理造成了伤害 这又导致光绪一方面极度缺乏自信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在慈禧不在的时候 光绪就尽情发泄心中的不满 表现为呢 就是特别爱发脾气 喜怒无常 比如说在翁东河的日记中 你就经常提到光绪发脾气 什么摔板砸玻璃 打太眼 甚至有一次又发脾气了 光绪一拳就把西洋钟表的玻璃给打碎了 搞得自己是鲜血淋漓 所以光绪这个人 其实脾气很暴躁 还有一个 就是表面上看 光绪简直就是一代圣君 制写的好 书读的又特别多 对各种礼节也很娴熟 我再说一件事 就是光绪小的时候 刚时日不久 就指着书中的柴智 对师父说 我不喜欢这个智 我喜欢简智 翁东河听完喜不至圣 当即下跪寇都说 皇上圣德 皇上有如此见识 这是天下之福啊 所以翁东河经常对别人夸耀说 小皇帝的一举一动 都在效法古代圣贤 表面上确实如此 但是实际上 翁东河他们对光绪的教育是有缺失的 因为进入工业时代 外面的世界是日新月异 一日千里 变化特别快 但是光绪接受的还是古代帝王教育 就是你看 光绪平时读的 还是什么 世俗五经啊 或者像是地剑图说 圣主圣训 这些帝王之学 所以光绪对世界大事不是特别了解 而且还有一点 宫里它是个封闭的环境 很难接触外界信息 所以就导致光绪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 后来有许多经常接触光绪的大臣就发现 说这个皇上特别天真 经常把事情想的很简单 所以他的一些行为就异于常人 那么在甲午战争爆发后 光绪就有两个很简单的想法 第一 就是我肯定能赢 我打你一个真人小国还不轻轻松松啊 第二个 就是只要将领忠勇 那一定能打胜仗 如果打了败仗 那肯定是因为主将胆小无能 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战争中 光绪经常命令前线的将领主动出击 但是前线的将领说 不行啊皇上 日军比我们想象中的厉害多了 我们不能冒言出击啊 但是光绪不听 说这都是借口啊 你们就是胆小窃战 所以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跟日军硬品 结果当然就是损兵折将 对北洋水师也一样 开战出息 光绪就多次下指 让李鸿章命令北洋水师主动出击 刚开始李鸿章还反对 李鸿章又解释 他为什么要保船避战 为什么要保船避战呢 因为李鸿章知道 北洋水师的死力已大不如前 所以一旦与日军交战的话 很有可能会损失产重 日军就会控制制海权 一旦掌握制海权 日军就会在三海关附近登陆 威胁惊 所以李鸿章只是把北洋水师 作为一支战略威慑力量 就是只要我北洋水师在 你联合舰队就不敢侵犯我港口要塞 更不可能在三海关附近登陆 威胁京师 但是怎么解释都没用 最后实在没办法 李鸿章就给丁武昌发电报 说你一定要振奋精神 放胆出击 但是在北洋水师出发前 李鸿章又私下给丁武昌一封电报 说你一定要保船避战 保船避战 不要与日军交战 所以北洋水师两次出击 都无功而返 就是出去转一圈就回来了 这把光绪气的 心想你丁武昌罚我是吧 所以那个时候光绪就准备办他了 后来吕顺失手前 丁武昌不是率北洋水师主力 回到流宫岛了吗 这一下在朝廷中的清流派不干了 纷纷丧咒要诛杀丁武昌 说丁武昌不和吕顺守军共同御敌 竟散致逃跑 理应当斩 甚至清流派还造谣说 丁武昌在吕顺时 跑到一个叫彭莱格的地方 那里有一间密室 丁武昌天天在那个密室里 饮酒作乐不干正事 这纯属就是胡说八道 那么大家可能有个疑问 就是前线正在打仗 正是用人之计 这帮清流派为什么在后方 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呢 这个我们就得先说说 清流派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清流派是一群通过科举考试 选拔上来的文人 这些人满口仁义道德 有很强烈的道德优越感 所以就特别看不上李鸿章这些洋物派 感觉这些人天天跟仰人勾勾搭搭搭的 成何体统 所以对李鸿章仪器就充满敌视 但除了理念不合外 这里面还夹着了一些个人恩怨 比如说清流派大佬光绪的老师翁同和 就和李鸿章有个人恩怨 我们都知道 翁同和和李鸿章的关系不好 他俩一见面就瞎 那么他俩到底有什么恩怨呢 是这样 翁同和有个哥哥叫翁同书 原来是安徽巡抚 但是因为临战窃逃 惹恼了郑国范 所以郑国范就准备参谈 但是翁同书的爹翁新纯 是同志帝的老师 在朝廷中很有话语权 所以郑国范就不知道 这个折子该怎么写 那最后这个折子是谁写的呢 最后这个折子 是郑国范的学生李鸿章代写的 李鸿章在折子里写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陈执愤所在利应纠缠 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立 瞻顾迁就 什么意思 这一话的意思就是说 陈我做到了尽职尽辙 秉持共挣 不会因为翁同书他爹 是皇帝的老师翁新纯 我就不掺他了 潜财识什么意思 潜财识就是说 我一个大臣都做到了 尽职尽辙秉持共挣 如果朝廷因为翁同书他爹 是翁新纯而轻叛他 那这么做是不是有事公正呢 就僵了朝廷一军 所以这个折子一上 直接就把翁同书给掺死了 朝廷给翁同书判了个死刑 这一下子 直接就把翁新纯给气死了 最后朝廷还是念在旧行 就给翁同书改判为冲军 三年后翁同书死在了陕西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翁同书的爹和哥 都死在了李鸿章手里 那你想翁同书能不搞你李鸿章吗 就算我搞不了你李鸿章 因为你是太后的红人吗 我搞你下属可以吧 因为在翁同书他们眼里 北洋水师就是你李鸿章的 所以清流派的大臣 就集体上书 要求诛杀丁鲁昌 再加上镇远出脚 所以光绪下旨 将丁鲁昌隔职查办 交情勿治罪 这么一来 北洋水师的将士就不干了 说现在大敌当前 领兵统帅先被捕了 这怎么能行 所以全军上下 一致为丁鲁昌求情 光绪一看确实 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于是又下旨 允许丁鲁昌占留危海 代罪立功 但是后面又加了一句话 说 什么意思 就是你先干活 等你把活干完 我再宰你 经手事件宛 就把手上的活干完 急行起戒 马上压解进京 不得再行独请 不得一再求情 就是说 不管最后是打赢打赎 我都要宰你 那你想丁鲁昌是什么心情 好 我们再退一步 假如丁鲁昌不想这些烦心事 现在一心一意加强防御 保住北洋水师 因为日军很有可能会进攻危海 消灭北洋水师 但是这个防御也有问题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就得先说说 当时清军的战略部署 吕顺失守后 光绪的想法是 一定要在辽东半岛 打一两个胜仗 然后再和谈 因为这样的话 和谈条件不会那么苛刻 所以光绪就调各路大军 前往辽东 所以当时光绪的注意力 都在辽东战场 于是就把保护北洋水师的重任 交给了三东巡抚李炳衡 问题就出在这个李炳衡身上 李炳衡跟李鸿章 也有个人恩怨 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 李炳衡原来也是李鸿章的下属 但是因为有一次办一个盗窃案 办的不是特别漂亮 所以立部就准备给李炳衡降级处分 但是身为丧级的李鸿章 不知什么原因 就没长得替李炳衡求情 所以最终导致李炳衡被降级 因为这件事 李炳衡就对李鸿章心怀不满 此事之后 李炳衡就投到了清流派大佬张之栋门下 张之栋这个人 我们知道他是洋务派 但是他在朝廷中的立场是清流派 那么在张之栋的举荐下 李炳衡就一路高升 最后升至安徽巡抚 那么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 朝廷突然下旨 将山东巡抚和安徽巡抚互调 就是安徽巡抚李炳衡调任山东巡抚 原来的山东巡抚调任安徽巡抚 原来那个山东巡抚 跟李鸿章的关系不错 所以山东的一些什么事 李鸿章还能管得到 但是李炳衡一来 那可就不一样了 大家想在两国交战这个特殊时期 把李炳衡调到山东 这背后很有可能有清流派的影子 李炳衡一上任 心想 哎呀终于得到机会了 这回我可得好好爆打爆打 老丧鸡对我的栽培 于是李炳衡就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家乡海防 李炳衡本人从济南移住到了烟台 然后就到登州烟台 威海这些沿海港口视察 说是要家乡海防 怎么家乡海防呢 其实就是把明星时期的古董炮 拉出来重新使用 这些古董炮都没想到 几百年后还会被拉出来抗窝 这是一件事 那么第二件事呢 就是李炳衡各种调兵潜将 做出一副 是要保护北洋水师的姿态 但实际上 李炳衡把山东境内的主力部队 都调到烟台 保护他的安全 而派给威海附近的 都是一些二流部队 比如说 在12月23号 就发现日军舰艇 在荣城湾一带侦察 可能要在这个地方登陆 后来日军确实也是在 荣城湾登陆 得到消息后 李炳衡马上派了五个营 到荣城加强防御 李炳衡还在给各级的报告中 专门宣传这件事 说啊 我已经派五个营加强 荣城防御 你们就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但其实李炳衡派的 根本就不是军队 他派的是合防军 合防军听起来像是军队 但其实就是一群纠合民夫 因为山东是黄河过境省份 所以为了预防黄河泛滥 就把这个民夫按军队迎之边主 一旦黄河泛滥 就集合在一起挖土修河 平时没事的时候呢 就各自回家务农 所以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力 后来日军在荣城湾登陆 这帮人直接就一哄而善了 李炳衡做这么多事啊 其实都是给光绪看的 他本人根本就不管 北洋水师的死活 那么现在北洋水师 能依靠的只有危海守军 但是危海的南帮炮台 北帮炮台 刘工岛和日岛的守军 加在一起才七千多人 病例明显不足 如果日军从陆路进攻危海的话 根本就守不住 那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军的计划 日军的计划是 1895年春天 在三海关附近登陆 进行直立平原决战 直取京市 那么在此之前呢 为了彻底控制渤海湾 消除北洋水师 对联合舰队和运兵船的威胁 日军决定先消灭 在危海的北洋水师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 1月20号 陆军大将大山岩 率三万大军 在山东荣成湾登陆 然后兵温两路 直扑危海 1月30号 日军进攻危海南帮炮台 南帮炮台的守军只有3000人 由于兵力悬殊 不到一日 南帮炮台失守 日军占领南帮炮台后 就利用炮台上的 克鲁伯药斋炮 炮轰刘公岛的北洋水师 丁鲁昌一箭大事不妙 赶紧下令炸毁了北帮炮台 以免被日军利用 2月1号 危海为陆地炮台全部失守 丁鲁昌只能以 刘公岛和日岛为依托 做最后的抵抗 日军占领南北帮炮台后 联合舰队就开始进攻刘公岛 刚开始 伊东游鹏的想法是 先把北洋水师 从刘公岛引出来 然后再把它灭了 但是无论日军怎么调皮 丁鲁昌就是不出来 丁鲁昌的想法就是 我以刘公岛和水雷防柴为依托 在里面固守带员 伊东游鹏一看这招不好使 于是又换了一招 就决定用鱼雷艇偷袭北洋水师 为什么要用鱼雷艇偷袭呢 是这样 2月3号晚上 日军鱼雷艇在破坏 刘公岛外的水雷防柴时 突然发现在水雷防柴的最东端 有一个45米宽的空隙 这个空隙不是特别宽 大型军舰肯定是过不去 但是鱼雷艇可以 所以2月5号凌晨3点 日军的鱼雷艇边队 就从这个空隙进入了刘公岛海域 然后就悄悄的接近北洋水师 但是在行进途中 水师发现了异常 然后赶紧把探照灯打开 搜寻日军 但是这一开灯 北洋水师各舰的轮廓 位置都彻底暴露 然后日军鱼雷艇就击中攻击定远 因为北洋水师的火力也很猛 再压着日军也很紧张 所以大部分鱼雷都射骗了 但是有一艘鱼雷艇 竟然冒着炮火 就冲到了离定远只有50米的地方 发射了鱼雷 一下子就击中了定远尾部 然后定远船体就开始进水 最后实在没办法 定远只能在流宫岛潜探处搁浅 日军一看效果不错 于是在2月6号凌晨 日军鱼雷艇又偷袭了北洋水师 这时偷袭 共击沉北洋水师三手军舰 一东右航一看差不多了 于是在2月7号早上7点 连格舰队进攻流宫岛 日军的炮火倾斜在流宫岛上 顿时火光冲天 烟雾缭遥 但就在双方激战时 发生了北洋水师鱼雷艇出逃事件 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 当时联合舰队不是进攻流宫岛 所以就趁着联合舰队的注意力 都在流宫岛上时 定义上赶紧派人出去送信 就是到烟台送信求援 于是就安排了两艘普通游轮 附折到烟台送信 同时安排北洋水师鱼雷艇队 附折掩护 因为你船一出去 肯定被日军发现 那你鱼雷艇的任务就是主机日军 为送信游轮争取时间 等主机任务完成后 鱼雷艇再回到流宫岛 但没想到 这个鱼雷艇队一出流宫岛 他是既没主机日军 也没带回来 而是跟着送信的邮轮 直接就往烟台方向跑 鱼雷艇叛逃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流宫岛 本来流宫岛已经快淡尽粮绝 还缺淡水 大家都饥可难耐 在压压这两天被日军偷袭 损失惨重 士气低落 现在一听鱼雷艇队出逃了 一下士气就蹦了 当天晚上 大批的士兵和百姓就围在海军公所前 求丁鲁昌放他们一条生路 说如果没有援军的话 流宫岛是肯定守不住的 一旦失守 很有可能被日军屠戮 求大人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意思就是说 实在不行 我们就投降吧 丁鲁昌是肯定不会投降的 丁鲁昌是宁死不降 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但是流宫岛上那么多百姓和士兵 他们还想活呀 所以最后丁鲁昌承诺 说如果2月11号 援军还没到的话 我自然会给大家一条生路 这么一说 大家就放弃了 如果2月11号援军到了 那肯定是继续战斗 如果援军没到 到时候丁鲁昌也会给我们一条生路 然后大家就回去了 后来有人回忆 说那几天 丁鲁昌就站在军舰上 望着危害陆地的方向 久久助力 眼睛瞪得像同龄一样 望眼欲穿 心想 援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 哪怕是三位传来几声枪响 都能激励将士们再坚持下去 都能告诉他们 北洋水师没有被遗忘 但是援军永远都不会到了 首先 三栋的清军是肯定指望不上了 无论李鸿章对李炳恒 怎么软硬坚持都没用 根本就不听你的 那么现在能指望的 只有外省的援军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当时 蜻蜓的重心都在辽东战场 所以大部分外省援军 都被调到了辽东 或者是被调到 京畿地区加强防御 所以只有两支部队增援危害 一支是陈凤楼的明军 一支是丁怀的云贵苗兵 但是这两支部队到违线时 先后都被李炳恒给拦住了 李炳恒说 你们不要去 我们再多等几路援军 然后再商量怎么救危害 其实就是拖时间 所以实际上 根本就没有援军 2月9号 丁乳昌可能一度已经绝望了 认为援军不会来了 于是下令炸毁了定远 以免被日军俘获 定远舰管带刘不禅 望着定远沉默的背影 欲哭无泪 当天晚上刘不禅致近 2月11号早上7点半 联合舰队对刘公岛 发动第七次进攻 但是这些日军发现 刘公岛的守军打疯了 命中率高得吓人 联合舰队多次重大 所以为了减少损失 联合舰队早早就撤了 于此同时 北洋水师也一反常态 上午11点55分 北洋水师主动出击 与南邦炮台的日军对射 这成了北洋水师的绝唱 当天深夜 数千军民挤在海军工作门前 等待最后的消息 时间慢慢地到了止时 所有人都知道了结果 午夜时分 刘公岛数千军民 在海军工作门前哀求活命 丁武昌直到大势已去 于是在写完给 伊东又亨和李洪昌的信后 引证致敬 丁武昌死后 朝廷决定不予抚恤 除丁武昌外 镇远舰带管带杨用林 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轩 也不愿意投降 相继致敬 2月12号 广炳舰管带程碧光 转交了丁武昌 写给伊东又亨信 这封信的大概内容是 说我原本打算 战至船没人尽 但是为了保全森林 愿意停战 我可以把北洋水师 剩下的军舰 和刘公岛炮台的军械 交给你们 但是有个条件 就是希望不要伤害 刘公岛的军民 允许他们出道回家 看完信后 伊东又亨就召集 重将领开会 就讨论 要不要答应 丁武昌的条件 大部分将领表示反对 说这个 如果投降的话 作为战俘 他们应该是被拘押的 等战争结束后 才能把他们放回去 如果你现在 就把这些人放回去 万一他们再重新参战 怎么办 但是伊东又亨 力排中意说 丁体都为清国海军名将 其任职北洋水师 苦心经营 十年如一日 今历劫四处 不得已寄来降书 其心境可想而知 令人同情 如果这点要求 都不答应的话 实在是于心不忍 所以伊东又亨决定 同意放刘公岛上的军民回家 2月17号上午8点半 联合舰队排成一致重列 缓缓地死入了刘公岛 随后接收了 北洋水师剩余的 石艘舰船 但是有一艘军舰例外 那就是康纪号 伊东又亨特许康纪号 载着丁路昌等 迅国将领的光果 离开了危害 下午1点 被缴获的这石艘船 随着联合舰队 缓缓地死出了刘公岛 致使北洋水师 彻底覆灭 北洋水师覆灭后 光绪极为震惊 随后光绪决定和谈 当然了 之所以决定和谈 一个原因是因为 北洋水师覆灭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辽东战事不利 到2月21号为止 清军四次反共海城 全部失败 随后日军重新发动攻势 相继攻克了 牛庄 营口 田庄台等要地 直逼三海关 那这个时候 光绪就彻底没办法了 清王朝决定和谈 那日本人跟不跟你谈呢 刚开始军方不愿意谈 军方说打呀 继续打呀 一定要进行直立平原决战 俘虏光绪地 但是义登博文说 不行 不能这么干 为什么 因为如果继续进攻的话 有两个风险 第一 清王朝有可能会崩溃 如果清王朝崩溃了 到时候我们找谁谈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列强很有可能会干预 因为列强在这都有利益嘛 万一清王朝崩溃了 很有可能会天下大乱 到时候还怎么做生意 所以不要忘了 我们的目的是利益最大化 而不是俘虏光绪地 战争是手段 而不是目的 说的有道理呀 所以最后日本也决定和谈 那么2月17号 日本通过美国公使 向清王朝转交了和谈条件 一共是四个条件 第一 朝鲜独立 其实就是日本控制朝鲜 第二 通商 第三 赔款 第四 割地 至于要赔多少 割哪些地方 没说 你自己去拆 2月19号 光绪正式任命李鸿章 为全权义和大臣 并让李鸿章立即进京 商朝和谈事宜 那么2月22号 李鸿章进京 然后就和池喜光绪 军机大臣们 讨论该怎么办 其实主要就是 围绕日本提出的 四个条件来商量对策 第一 朝鲜独立 这个没问题 战斗打成这样的 朝鲜是肯定管不了了 这个同意 第二 通商 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通商只是一个 原则性条款 至于开放几个口岸 开放哪几个口岸 这些细节以后再谈 还有周全的余地 第三 赔款 那么这个只能是 少赔一分 四一分 尽力争取吧 也没有别的办法 争议最大的是割地 确实是不愿意割 特别是翁通和 翁通和说 赔款可以 割地不行 这都是主咒留给我们的 不能割 割了对不起主咒 对不起后人 说的一点没错 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你不割地的话 那肯定还得打 打你又打不过 那你想怎么办 你给个解决方案呗 翁通和又没办法 最后李鸿章气得实在是不行了 说要不这样 你去 我不去了 翁通和说 那那行 我又没有对外交涉的经验 我要有经验的话 我肯定去 李鸿章说 哦 是吗 要不这样 你跟我一起去 你想谈哪块 你去谈 我在旁边帮你 你看这样行不行 哎呦 这翁通和终于把嘴给闭上了 说归说 闹归闹 最后还得是李鸿章去谈 3月14号 李鸿章离开天津 前往日本和谈 这一去就是 人为刀主 我为鱼右 割地赔款 丧权辱国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在甲午战争结束后 日本就用这笔巨额赔款 大力发展军事工业 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 一举击败俄国 成为四届列强 中日两国的命运 因甲午战争而彻底改变